萬錦市發生一宗懷疑持槍行劫案 一間手機零售箱損失多達3萬元 警方仍在追尋兩名疑犯 記者劉少倫報導 事發在星期三下午5時45分 一間位於萬錦市407公路遠南 及第九階附近的手機店 一名匪徒首先扮成客人進入店內 然後方稱第二名賊人是朋友 兩人進入店內後就開始推撞員工 並以言語威脅打開保險箱並交出手機 手機店員工說 警察當時的手槍一直用衣服蓋住 從來沒有拿出來 不過因為安全理由 所以一直都沒有作出反抗 他的手槍放在袋子裡 好像有一個點凸出來 你專門給他看到有一個點 員工看到的時候 他當然是退台 害怕 基本上去合作 店主表示被搶走十幾部全新手機 加上陳列品損失總值2至3萬元 他認為匪徒有計劃針對本地商戶 因最近接連發生過類似搶劫事件 警方形容兩名疑犯是黑人男子 年齡20至25歲 身高5呎5吋中等身材 兩人開車逃去之後一直在逃 警方呼籲知情人士與警方聯絡 新時代電視記者劉少倫報導 講述 報告 我們在看見